大家好 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问题是 人知道的越多会不会越虚无呀 咱们这个小节目主要内容是和哲学相关的 因此就会受到一些观众朋友私信了 说这个学哲学会不会把人给学虚无了呀 就比如说有一次一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 说我家孩子本来是热情开朗活蹦乱跳的 可是突然就变得不正常了 变得不苟言笑 郁郁寡欢 不像以前那么爱和人说话了 成天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 不见人也不知道在里面干嘛 有一次趁着孩子不在家 经他小房间一看 书桌上放着一本苏菲的世界 发现这一本讲哲学的书 原来我家孩子成天躲在小房间里面都在读哲学呢 然后过了一阵子 这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整个人都变魔症呢 见人就说什么世界体系绝对精神 进屋一看 发现孩子书桌上放着一本精神现象学 这简直就是病入过荒了 于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学哲学会不会把人给学虚无了呀 当然了我们今天题目里面讲的学哲学 也不单单是今天这个学术专业分工以后 大学哲学系里面教的那些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学哲学是广义的求知 也就是一些对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用处的知识 包括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一些底层的知识和道理 但是不包括比如说什么 怎么样给电脑装过双系统 怎么样穿搭这种能在生活中直接兑现的技能性知识 这个学电脑和学穿搭这种技能性的知识 没什么好讨论的吗 当然是懂得越多对生活越有益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更多是那种所谓的求真型的知识 以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这种大问题的思考的 总之也就是古人说的爱智求真 那么问题就在于 关于这种求知 人是不是知道的越多越虚无呢 确实有不少人会认为 这种虚头巴脑的知识最好不要去碰 人知道的越多反而越不幸福 比如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主角戴希就说 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傻姑娘 这意思就是说 无知的人反而是幸福的 无知是福 ignorance is bliss 你啥都不知道 反而没有烦恼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往心里割 你要是往心里面割太多虚头巴脑的知识 你整个人反而都抑郁了 要知道 真理可不一定都是美好的 当你知道了太多以后 你就觉得自己看破了红尘 世间的事大抵如此 一切都没什么意思 于是你就躺地上开摆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知道 求知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你从细意为常的日常信念中抽拔出来 就是你本来的日常生活 都是靠这些日常信念支撑着的 当你的日常信念与你抽离开以后 你可不就感受到虚无了吗 咱们引用之前那一次小节目的片段 来说明一下这种抽拔而遭遇虚无的过程 随着我的长大 我开始读书 学习 接触他人 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专门为我安排的 我才进行发现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中极其普通的一员 首先等到我长到六岁以后去上小学 我和同班其他孩子打了交道以后 我才发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原来我和同班其他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然后等我上了政治课以后 我才发现我和同班孩子都只是中国孩子 原来我和其他国家的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等我上了历史课以后 我才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孩子还是外国的孩子 都只是二十世纪特定历史时期的孩子 原来我和历朝历大的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等我上了生物课以后 我才发现这个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好几万年 甚至好几亿年 我才发现我和其他孩子 以及历朝历大的孩子们都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 原来我和小猫小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等我上了物理课以后 我才发现这个历史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一百多亿年 原来我和一块石头一朵云彩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到头来我才发现我一点也不特殊 我甚至就只是尘埃 唉 知道这么些以后 我感觉好丧啊 那这是不是说伴随着我们认知的扩展 我们必然会陷入虚无主义呢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只是冰冷的物理规律在起作用 我在其中没有参与感 没有精神上的奔头 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是不是一个人知道的越多 一个人的成长就必然伴随着目的的瓦解 必然伴随着虚无主义呢 你看这个知道的太多不就让人郁郁了吗 而且啊 学哲学变虚无啊 一般会有两种症状这个变抑郁只是其中之一啊 虚无的另外一种症状呢 就是读了哲学以后啊 这个整个人啊 变魔证了说一说 首次大的哲学教授陈嘉宁老师在一次访谈中就提到啊 说这个哲学系招研究生啊 专业能力是一回事啊 老师还要考虑另外一点 就这个学生啊 是不是有点神经的感觉啊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魔证人 这个哲学系啊 特别招魔证人的喜欢 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啊 就是我以前在大学哲学系里面念书的时候啊 有一段时间我是在老师办公室里面上自习啊 我就发现啊 这个哲学系的老师办公室门口啊 时不时就会有一些 衣着不整 形容诡异的奇异人士徘徊 就比如说有一次呢 有一位奇异人士就敲门进了办公室 说自己也发现了宇宙的终极正义 弄出了一套结合了辩证法 现象学佛学道家思想以及量子力学的巨型真理体系 他以为我是哲学系的老师嘛 他就一把掏出了这个巨型真理体系 说要跟我比划比划 当时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好我们说回来啊 经常说到私信问学哲学会不会把人学虚无了 我呢每次都会为哲学开脱 我都会回答说啊 哎呀这不是哲学的锅了 并不是学哲学把人学虚无了 而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形式中先遭遇到的虚无 而遭遇虚无的人往往容易去读哲学 因为他们会把哲学看作是对虚无的一种解决方案嘛 所以呢并不是学哲学让人学虚无了 而是虚无的人容易学哲学 这因果关系可不能导致哦 但是呢我的回答算什么呢 我又不是什么哲学家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 他们是怎么看待求知会不会让人变得虚无这个问题的 我们今天邀请了四位哲学家来解答这个问题 他们分别是 主张一种法式启蒙主义的法国哲学家 狄德罗主张一种浪漫主义的法国哲学家 卢梭主张一种苏兰式启蒙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 休莫主张一种哲人至上主义的古希腊哲学家 波拉图 你们来评一评 他们对于这个大问题的解答是否合理 好 下面进入回忆正片 首先有请法国哲学家 狄德罗出场 求知会不会让人虚无呢 对于这个问题 狄德罗等启蒙主义者的回答是 当然不会啊 求知只会让人变得更强大 更进步 更幸福 所有的失败 所有的恶 所有的不幸 都是无知造成的 对于知识的学习 只会无条件的有利于个人的生活 无条件的有利于社会进步 知识越多越幸福 这就是启蒙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当然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过 所谓的启蒙运动 是一个历史比较漫长的思潮 启蒙运动简单说就是 要开启明智 要鼓励大家多学知识 启蒙启蒙嘛 就是让大家从梦寐无知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嘛 那么这个启蒙运动 虽然它叫运动嘛 但是不像奥运会那样 有个明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起指时间 这有人说呢 启蒙从笛卡尔和刘顿的时代就开始了 然后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当然这就说不准了嘛 然后呢 到底哪个是启蒙主义哲学家的代表啊 也不好选 大家一提起启蒙哲学家 主要都是指什么福尔泰啊 蒙德斯旧啊 迪德罗啊 拉美特利啊 孔迪亚克啊 埃尔维修啊 霍尔巴赫啊 这批人 都是一帮活跃在18世纪的 法国巴黎的哲学家 那么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 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呢 其实啊 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个 回过头来看启蒙的视角 因为他们就是处在启蒙运动的 风口浪尖的嘛 做事的人是不会总结历史的 历史往往是由后来的学者来总结的 关于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 是在启蒙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 由一个德国哲学家康德 来系统性的理论化的来回答的 康德写过一篇文章 专门回答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 康德说 启蒙运动就是 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 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禁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禁别人的引导 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嫁衣运用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 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碰上什么事啊 你得自己动脑子想主意啊 你不能像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一样 遇到什么事情 第一反应就是去问领导 问家长或者问上帝 自己不敢动脑子想办法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 自己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种所谓的未成年的 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呢 在康德看来 不是因为笨 是因为你智力上的懒惰 康德接着说 懒惰和怯弱 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 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 从外界的引导下释放出来以后 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 不成熟状态之中 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的 就悍然以他们的保护人 自居的原因所在 出于不成熟状态 是那么安逸 而如果有一本书 能替我有理解 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 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 等等 那么我自己就不用那么操心的 只要能对我核算 我就无需去思想 只有别人会替我思考 这列上脑筋的事情 所以按照康德的这个说法 启蒙主义者会怎么评价 了不起的盖茨比尼的 戴希的说法呢 也就是无知是福的说法呢 启蒙主义者会说 你这不叫无知是福 你这叫做智利向的懒惰 你之所以会有无知是福的错觉 是因为你就是懒 你就是不想好好学习 然后你就为自己的懒 找了各种借口 知识越多越虚无 知道的越多 反而不幸福 你这借口说多了 还真把自己给骗了 典型的认知失调了 属于是 这就像什么呢 这就像我们穷人 总会觉得 哎呀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 其实也挺痛苦的 钱越多越烦恼的 对吧 我才不要那么痛苦 钱少点 反而更幸福 对不对 瞎挣那么多钱干什么 给谁挣啊 玩命啊 但是呢 这只是你自己骗自己而已了 其实有钱人的快乐 你根本没法想象的了 贫穷只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那同样的道理呢 所谓的知识越多越虚无的断言啊 只是蠢货们自我欺骗的把戏 无知者就没有烦恼了吗 无知者的烦恼只会更多 而且成年只会为一些 特别低级的事情而烦恼 然而智慧带来的快乐 无知者根本无法想象 好 说完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禅师 我们说回法国那批启蒙哲学家 之前也说了 法国启蒙哲学家有一大票人 什么富尔泰 蒙德斯旧 迪德罗 拉美特利 孔迪亚克 埃尔维修 霍尔巴赫等等 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单挑出 迪德罗作为一个代表呢 是因为迪德罗有什么独特的哲学思想 能够说明启蒙的精神吗 并不是 迪德罗本人的哲学思想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开创性 那为什么选他呢 这就要说到启蒙运动的精髓了 其实启蒙运动 重点不在于提出了什么哲学理论 而在于能够让知识 在老百姓那里得到传播 简单说 启蒙运动的精髓就是开启明智 所以启蒙的重点不是搞科研 而是搞科普 我们要知道 虽然在启蒙运动之前 欧洲已经发生科学革命了 也就是加利利亚 刘顿 他们已经搞出现代科学了 然后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也在争气斗艳 但是科学 理性 这是少部分知识分子的事情 加利略 刘顿 迪卡尔 他们研究的东西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当时老百姓 都还是普遍处在 蒙寐无知的状态中的 其实这种状况 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知识一直都是有的 但自古以来 知识只是被少部分知识精英垄断了 但是现在启蒙时代来了 知识就不应当再被 少部分知识精英垄断了 广大老百姓都要学习知识 都要学会在生活中运用理性 所以启蒙主义的精髓就在于 把原来垄断在知识精英小圈子里面的知识 扩散到广大老百姓那里 所以这些法国启蒙哲学家 与其说是书占里的哲学家 不如说是那个年代的科普大V 他们写文章 发公众号 向老百姓科普知识 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狄德罗 为什么呢 因为狄德罗主编了一套百科词典 名叫百科全书 用今天互联网的话说 就是其他大V只是产出内容 狄德罗是相当于自己开发了一个 面向广大普通用户的知识平台了 而这个百科全书呢 囊括了当时已有的各种知识 包括自然科学的 经济学的 哲学的 政治的 文学的 历史的 艺术的 等等等等 整个全书呢 由28卷组成 有71818篇文章 和3129幅插图 这个百科全书啊 不是写给知识分子同行看的 它就是一个科普读物 是写给广大市民阶层看的 那么百科全书里面的词条文章呢 都是由各路知识大V撰写的 包括刚刚提到的 什么福尔泰啊 蒙德斯旧等人 他们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啊 就相当于今天的 什么知识系啊 或者B站系什么的 但是这个平台的运营者 就是狄德罗 当然狄德罗自己 也是在自己的平台 阐述内容的 好 介绍完启蒙运动的 一些历史概况啊 就是一帮知识大V搞科普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 启蒙主义的理念是什么 启蒙主义者 抱持着什么样的诉求 使得他们敢断言 知识越多越幸福呢 启蒙主义的理念啊 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 来概括 科学理性 人本主义和进步主义 我们先说科学理性 科学理性就是说呢 这个世界啊 是讲道理的 而且这些道理 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式 讲得清楚的 而且这些能够用科学方式 讲清楚的道理 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是普世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学习 这些科学知识嘛 并且我们要在生活中 运用科学知识 运用理性 以此来取代迷信 教条 神奇 或者未经反思的直觉 而且啊 这些科学知识啊 不是你非得出生贵族 才能学得会的 每个人心中 都有理性的种子 只要你好好学习 克服理智上的懒惰 你就能学会科学知识 就能在自己的生活中 运用理性 这就是启蒙主义的 第一个理念 科学理性 那么启蒙主义的 第二个理念就是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 Humanism 简单说也就是 以人为本 用康德的一句话说就是 人永远只能被当成是目的 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对吧 你不能为了实现 其他什么目的 比如说为了部落 为了公司 为了宗族 为了上帝 为了国家 而牺牲人的利益 把人当成是手段 这可不行啊 人是高于所有 其他目的的终极目的 那么如果你认可 人本主义 那么你也必须认可 平等主义 也就是人人平等 对吧 既然人是终极目的 那么终极目的之间 就是不分大小的 所有人都是终极目的 人与人之间就是平等的 那么奴隶制 就是不可能的了 种族歧视也不应当有 男女之间也应当平权 这些都是 人本主义的应有之意 好 说完人本主义 我们再来看 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就是说呢 只要科学不断的进步 科学支持不断的普及 人本主义的观念 越来越深入人心 那么 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必然是会朝着 越来越进步的方向发展的 人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幸福 这就是进步主义 好 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 启蒙主义者会告诫 我们不要害怕去学习知识 要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智 还是用康德那句话说 启蒙就是 人类脱离自己 所加之于自己的 不成熟的状态 说白了 启蒙就是让广大老百姓 摆脱蒙寐无知的状态 其实啊 我们知道啊 我们中国也有过这种 老百姓特别愚昧无知的时代 上世纪出的那些文化 先被美为此奔走呼号 他们所要做的努力 也正是要开启明智 因为当时 我们大部分国人 真的很愚昧无知 那时候我们相信 女人应当裹小脚 我们相信 见到当官的应当下跪 我们相信 占人血 馒头吃 可以治疗肺病 如果我们不启蒙 不好好学习知识 我们还停留在 那个愚昧无知的年代呢 所以 不启蒙 能行吗 陈突秀先生 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刊词 禁告青年这篇文章中 对广大青年同胞们 提出了六点要求 他希望广大青年做到 自由的 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 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 而非锁国的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这是陈突秀先生 在1915年 对青年们的警告 100多年过去了 今天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青年 可以拍着胸脯说 我们已经做到了 陈突秀先生 当年对我们的要求了吗 我们敢说 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 蒙昧的 不成熟的状态了 我们不需要 再继续启蒙了吗 好 关于启蒙主义的看法 就说这么多 说完启蒙主义的看法 下面我们来介绍 卢梭的看法 如果我们开篇提到的 那个家长 给卢梭发私信 那真算是问对人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卢梭写过一本 讲如何教育孩子的经典名著 叫做艾米尔 那么按照艾米尔里面的思想 卢梭会怎么回答那位家长呢 卢梭会说 千万不要让人家孩子 成天躲在小屋子里面 学习什么科学知识 进行什么哲学思辨 这些玩意儿只会败坏 你孩子本来有的健康淳朴的心智 让人家孩子 从一个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孩子 变得虚无路 这个卢梭呢 虽然也是混法国启蒙圈的 他自己也为百科全书 编写过词条 但是他的想法 和启蒙主义者的想法就很不一样 在启蒙主义者都在为科学 理性和进步主义欢呼的时候 卢梭却在唱反调 他认为 知识越多越堕落 求知并不能让人生活得更好 理性压抑的人们良善的天性 反而是对人的奴役 其实啊 卢梭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就回答了今天这个大问题啊 卢梭的第一篇论文题为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 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 这篇论文呢 是当时地容科学院的有讲真文 论题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的 也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是否有助于人们生活得更好 卢梭的回答是 并不会 这些科学啊 哲学啊 文学啊 艺术的发展 只会造成使风日下 让人们的道德越来越败坏 生活越来越不幸福 卢梭认为啊 自从人们学了各种知识以后啊 这个人啊 就开始变得虚伪啊 就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啊 说话不引经济远 就好像没法交流似的 说话是一套一套的 但说的呢 全都是空话 都是套话 就是只会玩梗 但丧失了真诚的交流 而且呢 这种只会玩梗 但不会说人话的虚伪的状况呢 又让人丧失个性 而这个所有人呢 都好像是一个木字刻出来的 都变成了梗的复读机 卢梭认为呢 这个有知识啊 还会让人变得功利 而只会重视金钱方面的价值 只会计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得失 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而且呢 理性啊 还会败坏人的道德 就是你知识变多了 你就不会去信仰一些东西 见什么事情呢 都要批判批判 怀疑怀疑 这种人就会不信上帝 不爱国家 尤其卢梭说啊 这个哲学啊 就很讨厌 一旦一个人爱上了哲学啊 这就会松弛他与社会的联系 他就不那么尊重人和亲近人了 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魔震了属于是 用卢梭自己的话说就是 哲学家傲气十足地轻视别人 他只爱他自己 他爱自己的心增一分 他对别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也就跟着增一分 在他看来 什么家庭啊 祖国啊 全都是空话 他既不是任何人的亲友 他也不是公民 他不是凡人 他是哲学家 当然了 在这篇文章里面 卢梭说了很多知识带来的弊端 我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篇文章也不是很常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自己读一读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问 为什么卢梭会做出如此断言 说知识越多越多了呢 这就要说到 卢梭关于人性的哲学理论呢 而这个呢 就是卢梭写给地中科学院的 第二篇有讲真文 论人与人之间的 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这篇文章就说呢 这个人的本性啊 其实啊 是非常健康淳朴的 简单说就是人性本善吧 而人世间的一切恶 一切不平等 都是后天的文明造成的 这话怎么说呢 卢梭区分了两种状态 就是说 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啊 还有一种自然状态 这个自然状态呢 就是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的 人的生存状态 就类似于原始人吧 卢梭认为呢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啊 他没什么知识 靠着两种大自然赋予的 本能而生活 那就是自保和同情 因为自保 所以我们对自己好 因为同情 所以我们对别人好 那时候的人们呢 纯真的活着 虽然没有手机 没有WiFi 但也没有烦恼 没有勾心斗酒啊 两性之间的关系呢 也非常纯粹 没什么占有欲和基督心 大家都是悠哉悠哉的 每天也不用干太多活 人与人之间呢 也没什么贫富差距 大家都过着一种 自由而平等的生活 后世人把卢梭这里描述的 自然状态下的原初人类 叫做高贵的野蛮人 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 人就丧失掉 自己淳朴的本性了 由于理清的发展 由于一系列外部偶然因素 使得人类进入了文明状态 私有制就诞生了 人们开始争斗 人与人之间就卷起来了 于是阶级就分化了 有钱的有钱 没钱的没钱 有钱的想独一没钱的 没钱的想把有钱的挂在路灯上 于是 所有人都过着一种丧失本性 特别领巴的生活了 所以本来在自然状态下呢 人天生就是自由与平等的 但是文明的发展呢 使得人丢失了原本 良善淳朴的本性 在卢梭看来 自然和文明是对立的 并且自然是高于文明的 卢梭的这个想法呢 就和后来的浪漫主义的想法 就很相近了 我们之前说过啊 卢梭自己虽然是混法国启蒙圈了 但是他和启蒙主义者的想法 他就很不一样 而和后来的德国浪漫主义者的想法 就离得更近 所以有学者也说 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嘛 那啥是浪漫主义啊 当然这个浪漫主义运动 更多是体现在文艺方面 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思想上来讲的话 这个浪漫主义啊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 启蒙主义的一次反叛 就是你们启蒙主义啊 就是高扬科学理性和进步 结果啊 就把现代文明塑造成了一种技术文明 结果搞得人们都变成了机器人 这怎么说呢 这启蒙主义高扬的所谓的科学世界观啊 主要就是一种 迪卡尔横杠牛顿式的机械论的世界观 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是第一科学 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大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然后向外讲求要征服自然 支配自然 向内呢 讲求要对人进行科学化的管理 结果就是 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了 技术载质的我们的生活 在精神上 我们都变成了996机器人 人缘之间变得功利和麻木 我们也丢失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启蒙主义者会认为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 人类就会越来越进步 人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但是浪漫主义者会问 真的是这样吗 是 人们在器物上比古人有了更多的便利 一个现代的普通人又能吹空调 又能玩手机 他在器物的意义上比古代的皇帝还要便利 但是 我们能说 现代因为科技发达了 现代人就比以前的人更幸福了吗 浪漫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 那浪漫主义的诉求就是 我们要回归自然 当然啊 这里所谓的回归自然 倒不是说我们都得回到原始社会 或者说我们都得搬到乡下住去 而更多是指精神上的回归自然 就是回到一种淳朴的情感生活中去 我们不要太讲理性 而更多要讲人的本能 人的情感 当然啊 卢梭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思想了 并不是说他在主张一种反制主义啊 卢梭当然也是讲求 人要好好受到教育 要不断成长的 所以他才写了那本艾米尔嘛 但是呢卢梭讲求了教育啊 不像启隆主义者讲的那样啊 要大家打开书本 学习书本知识 卢梭讲的教育啊 是跟他关于人性的理论是相同的 我们之前说了 卢梭认为啊 人的天性就是淳朴良善的 所以教育的作用呢 就在于把人的这种 纯亮的天性给发挥出来 所以卢梭主张的教育啊 是一种所谓的自然教育 就是要让这个孩子呢 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 通过感官的直观感受 去获取知识 就比如说 卢梭就特别推荐小孩子呢 都要学会做木工活 因为培养一个人的动手能力啊 相比于死读书 是更有利于这个人的身心发展的 死读书啊 只会使得我们本来纯亮的天性啊 扭须变形 对吧 所以呢 你如果成天只是关在小黑屋里面 死读哲学书 那可不就读虚无了吗 另外一点呢 卢梭也并不是反对科学家 搞科学研究 反对哲学家进行哲学陈词 并不是这样 卢梭并不是反对科学 他反对的是科普 这怎么说呢 因为卢梭认为啊 就是什么科学啊 哲学啊 这都是少部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事 因为真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他不是教出来的 他不是辟酿生产出来的 你让人们从小就看什么 Discovery探索频道 或者看什么大问题 Dialectic 他们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了吗 不会的 真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都是自己蹦出来的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这篇文章就问啊 大自然要认定收其为图的人 是不需要老实的 弗鲁伦 迪卡尔和刘顿这样一些人类导师啊 这个弗鲁伦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啊 就是培根 迪卡尔 刘顿这样一些人类的导师啊 是从未有过老实的 哪个老实能知道他们达到他们巨大的天才 所要达到的高度呢 对吧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啊 是不适合搞科研 不适合进行哲学成词的 你非得给他们哲谱或者科普的话 你反而容易把他们春梁的天心 搞得柳区变形的 对吧 把人搞得抑郁或者魔震了 卢梭就在文中说啊 说不定你就会成为一个大纺织家呢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是你没事考什么研呢 耽误青春 说不定你好好经营一个买卖 比如说开个淘宝店吧 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 是不是 卢梭并不反对科学 他反对的是科普 同样的 卢梭也并不是要批判知识分子 他要批判的是公职 公职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嘛 就是企图把知识公共化 就是拿着一些知识向大众去普及 去兜售 对吧 其实卢梭这里批评的 就是像福尔泰啊 迪德罗啊 那帮启蒙主义者 就是你们这帮公职大V 为了赚取名利 拿着一些知识去蛊惑人心 向市场上散布一些 庸俗的科普版本的所谓的哲学 这种作为时尚的哲学啊 不仅不能开启明智 反而会败坏人们的道德 破坏人们的公民信仰 好 这就是卢梭关于知识越多越虚无的看法 简单总结 人的天性纯良 理性让人堕落 一味的学习书本知识 只会败坏人们纯良的天性 不知道你觉得卢梭的看法 有没有道理呢 好 说完卢梭的看法 下面我们来介绍 休莫的看法 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 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 典型的形式就是 哲学家开会 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 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 我们也想听听 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 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 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 或者你可以发表 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大问题Dialectic 发送启蒙这两个字 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 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 我们邀请你 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 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 请投出你的一票 并在研讨会中发表 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 好 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修默会怎么回答 学哲学把人学虚无了这个问题呢 修默会回答说 并不会 说是学个哲学就把整个人都给学废了 那是你把哲学看得太厉害了 哲学啊 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哎 这话怎么说呢 咱们先从修默的哲学思想说起 其实啊 我们读过点哲学史的朋友都知道啊 在哲学史上 修默的哲学啊 是很有摧毁作用的 是很有解构性的 一个典型的表现呢 就是修默解构掉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 我们知道啊 这个自然科学啊 研究的就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嘛 对吧 就比如说太阳出来了 石头热了 哎 我们会认为是太阳的照射造成的石头发热了 太阳照射是原因 石头发热是结果 对吧 这就是个物理学规律嘛 当然啊 你要给出这个颗粒度更细的说法的话 那就是太阳所发出来的热能 加速了石头的分子运动 对吧 反正甭管怎么说 有原因 必然有结果 因为所以 自然有理嘛 那自然科学研究的就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且呢 这种因果关系啊 是普遍的 必然的 也就是说呢 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角楼啊 这个太阳只要出来了 那么石头必然会发热 对吧 有了这种普遍必然性 才能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嘛 再谈得上是科学规律嘛 对不对 但是 休默说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啊 可不是普遍必然的哦 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休默啊 他区分了两种知识 一种叫做 关于观念的知识 也就是数学和逻辑的知识 那这种知识呢 他就是普遍必然的 对吧 二加二必然等于四 或者如果A大于B 且B大于C 那么A就必然大于C 对不对 你无论在哪个国家 甚至无论在哪个平行宇宙里面 A也必然大于C 这是普遍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学和逻辑啊 他只是纯观念嘛 他不牵涉任何实在的东西 我们单凭理性 就能做出这么一种 必然性的推导 但是 除了纯数学和纯逻辑之外的知识 只要他牵涉的实在的东西 那么他就不是必然的知识 休默把这第二种知识叫做 关于事实的知识 包括物理学啊 化学啊 生物学啊 医学啊 等等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都不是普遍必然的 为什么呢 一想啊 就比如说 太阳出来了 石头热了 这其中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性吗 你能从逻辑上推导出来 因为太阳出来了 所以石头就热了吗 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太阳出来了 石头就冷了 在逻辑上也并非不可能 对不对 休默说 自然科学的知识 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 但是因果关系 就是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 它是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它只是建立在 对经验的归纳的基础之上的 那啥叫对经验的归纳呢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观察到 太阳出来了 然后这个石头跟着就热了 已经观察到一万次 每次都是这样 并且每次我们都掏出 我们的小本本给寄上了 然后我们就回去复习 我们的小本本 然后就推测说 这第一万零一次 如果太阳再出来了 那么这个石头 大概率也会变热 也就是说了 当我们观察到 N次A事件发生了 以后会伴随着B事件发生 当这个N的数字 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们就相信 当第N加一次A事件发生了 B事件随后发生的概率 也就越大 但是说回来 概率再大 也只是概率而已 这只是我们不停的 拿小本本记录以后 形成的归纳 归纳是不具必然性的 因为完全有可能 第N加二次A事件发生了 B事件并没有发生 对不对 这就是著名的休末问题 简单说就是 我们无法确知 因果之间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联系 因果关系 只是我们在小本本上 归大的次数比较多而已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 还是让科学家和哲学家 挠头的一个问题 你听到这里 可能会觉得不对劲 我们一开始说了 休末并不认为 学哲学会把人学虚无了 但是现在听到 休末自己的哲学思想 感觉整个人都虚无了 因为感觉 休末又把自然科学的根基 都要结构掉了 因果关系不具普遍必然性 那么我们生活中 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信的 就感觉休末 又把我们整个生活 都给结构掉了 这个休末哲学 我觉得休末你好激烈哦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了 休末并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了 其实呢 休末是很温和的人了 休末本人的性格也就是这样 休末是个大胖子 心宽体盘的 为人很温和 也喜欢交朋友 做人不极端 成天乐呵呵的 大家都很喜欢他 休末的哲学呢 也和他的为人的性格一样 休末的哲学 并没有解构掉我们的生活 休末解构的是理性 休末恰恰是要通过解构理性 来抬高生活本身 这怎么说呢 休末解构因果关系的普遍 必然性 并不是要解构掉因果关系本身 或者说要解构掉科学 而是说 这个科学的发展 它并不是理性建构出来的 科学的发展 是根植于我们的生活经验的 是我们拿着小本本去抄写 生活这本大书而得来的 生活才是一本更大的书 因果关系 它并不是不存在的 只是说 它不是理性的产物 而是根据生活经验 而产生的习惯性联想 理性并不高于生活了 用休末的话说 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 休末也并不是要说 我们不应当运用理性 而是要反对 把理性的作用过分抬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说 休末会认为 你如果学个哲学 把人都学废了 那你真是太高看哲学了 理性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 说到这个 我们就要说一说 以休末为代表的 苏格兰启蒙主义 和我们刚刚介绍的 法国启蒙主义之间的区别了 我们通常以为的启蒙主义 大多都是指法国启蒙主义 或者叫做欧洲大陆启蒙主义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启蒙主义 但是在差不多同时代 发生在苏格兰的启蒙运动 它的气场和法国的启蒙主义 就很不一样 休末就是苏格兰启蒙主义的 代表思想家之一 另外的代表 还有休末的好基友 也就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此外还有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 以及哲学家托马斯里德等人 当然 这个苏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 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 理性而不是要诉诸迷性 但是苏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之间 有个重大的不同 就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理性 这个法国启蒙主义 更多秉持一种 欧洲大陆式的理性主义 就是说 我们能够摘出来一个 干干净净的理性 而且这种理性 由于它是干干净净的 所以它就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那么我们就能够凭借演绎法 从中推导出一系列 大真理 大体系 大设计 然后我们根据这种大设计 不仅能够指导我们搞科研 直到我们进行社会改造 对吧 之前我们介绍法国启蒙的时候 也说过 只要科学不断进步 知识不断普及 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进步 但是与此不同 修默这些苏格兰启蒙主义者 首先并不认为 我们能够摘出个 干干净净的理性 修默认为 理性永远是和人的情感 裹挟在一起的 不存在法国人认为的 那种纯粹的悬空的理性 这种纯粹理性 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对不对 由于不存在 这种纯粹的理性 因此也就不存在 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体系 理性是脱离不开 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 修默认为 相比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理性的力量 并没有那么强大了 生活才是一本更大的书 所以我们要尊重生活 尊重常识 尊重人的情感 尊重习俗和传统 这个法国启蒙主义 和苏格兰启蒙主义 对待理性的不同看法 其实也是根植于 当时的欧洲理性主义哲学 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这两种哲学理念的 不同之上的 这个欧洲理性主义 讲求演绎法 只要我们躲在小房间里面 好好发挥我们的理性 通过演绎法 就能构建出一套真理体系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真理体系 就能实现人间之善了 所以这个法国启蒙主义 它就讲求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讲求社会整体工程 而苏格兰启蒙主义 更尊重英国经验主义 哲学讲求的归纳法 更讲求尊重生活和尊重常识 所以他们就讲求 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 讲求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 我们此前有一期节目 讲这个社会科学 能不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 严密的科学 里面介绍的哈耶克的思想 其实也是传承自 苏格兰的启蒙精神 也就是反对理性的自负 反对唯科学主义 讲求生活的不确定性 讲求自发秩序 和市场的无形之手 这都是苏格兰启蒙主义的精神 在那期节目里面 哈耶克的对立面 我们当时选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德 孔德他也是个法国人 他的思想就是传承自 法国启蒙主义的 这个法国启蒙主义者 就特别容易对理性上头 就觉得这个理性特别万能 科学特别万能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 就是你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 本身是要讲求破除迷信的 是你们一开始确实 破除了对宗教的迷信 讲求事实要发挥自己的理性 但是现在你们又把理性 本身给推上神坛了 刚对上帝下了头 现在又对理性上头了 法国启蒙主义 这种对理性的上头主义 就使得法国启蒙更加激进 而苏格兰启蒙则相对更加稳健 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 催生的是英国保守主义 而这个保守主义 倒不是说要主张腐朽和落后的理念 保守主义简单说 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 反对理性的自负 别轻易上头 别动不动搞出个大设计出来 然后进行社会整体改造 侵害人们的自由 所以英国保守主义 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 但是相比之下呢 有人说这个暴力的法国大革命 就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后果 当然是否是法国启蒙运动 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这个是有争议的 但至少可以说 法国大革命 分享了法国启蒙主义 对于理性的看法 就是一种干干净净的 可以推荐出大真理 大体系大设计 从而可以据此进行 社会整体改造的理性 也就是一种理性的上头主义 大家知道啊 一旦对什么事情上头啊 无论是对上帝的上头 还是对理性的上头 只要理上头 下一步就是幻灭 上头和幻灭 是事情的一体两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当初对启蒙叫得最欢的启蒙主义者 和后来对启蒙哭得最丧的 后现代主义者 几乎都是法国人 而这个后现代主义啊 简单说就是反对现代性嘛 他们批判启蒙 批判理性 批判哲学 批判科学 批判人本主义 觉得现代化是罪恶的 哲学已经死了 科学也死了 一切知识都只是一种话语 讲求一种相对主义 基本上就是一种 抑郁乐的哲学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初魔震的 和后来抑郁的 几乎都是法国人 这个法国人比较容易上头 对吧 当初的法国启蒙主义者 高呼科学 理性 进步 完遂 然后整个人都魔震了 陷入了对理性的一种 神学碍于结构中 但是呢 一切神学 最终都是要幻灭的嘛 幻灭以后 就直接虚无了 于是呢 法国后现代主义就来了 对不对 当初爱启蒙最深的是你们 这就像舔狗情结和厌女情结 也是一体两面的 就是当初 你对你的女神 爱得死去活来的 觉得人家各种好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冰雪聪明 甚至觉得人家就是仙女 仙女从来都不上厕所的呀 然后就幻想自己 只要我和女神在一起 一切都会好了 我把我自己这一百多斤的身子 完全浇出去的 就跟我们小时候 看了童话故事一样 王子和公主 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从此进入了一种 纯白色的至善状态 然后画面见白 故事圆满结束 然而当你真的和女神 在一起以后才发现 就这 生活并没有进入一种 纯白色的至善状态呀 原来女神也会上厕所的呀 你整个人都幻灭了 然后躺地上两腿一蹬 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所以这个人呐 不要轻易上头 不要迷信什么事情 无论是对神的迷信 而对科学的迷信 你一迷信就磨正了 磨正的下一步就是抑郁了 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你看人家后世的 苏格兰启蒙主义的继承者 就比如说哈耶克他们 人家就没有虚无啊 人家后来没躺地上说 哲学死了 科学死了 因为他们的前辈啊 也就是修默他们 从一开始就没有迷信理性啊 你不迷信了就不会磨正 你不磨正了就不会虚无 对吧 你学个哲学还把自己学废了 就是因为当初你太迷信哲学了嘛 悠着点 哲学没那么厉害了 我们还是要尊重生活 尊重常识 尊重情感 没有什么哲学问题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了 用修默的原话说就是 最幸运的是 理性虽然不能剔除这些疑云啊 可是自然本身 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 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 治愈了 或者是通过松散的这种心灵倾向 或者是通过某种事物 和我的感官的生动印象 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 我就餐 我玩双溜 我谈话 并和我的朋友谈笑 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 我在反回来看这一类思辩时 就觉得这些思辩那样冷酷 牵强可笑 你会发现自己无心 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辩了 那么在休默看来 到底还要不要进行哲学思辩了 对吧 既然要尊重生活 尊重情感 那么既然有了火锅 我们还要哲学思辩干嘛呢 休默认为 还是要进行哲学思辩的 但是哲学思辩的作用 并不在于构建出什么正理体系 而恰恰就在于 要避免对任何教条的迷信 避免上头 所以哲学思辩在休默看来 就是一种温和的怀疑 就是对于各种教条 无论是宗教教条 还是科学教条 要保持适度的怀疑和批判 注意哦 是温和的怀疑 温和的怀疑可不是虚无主义哦 温和的怀疑 恰恰就是为了尊重生活 而避免自己 陷入一种上头的状态 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休默的哲学 就相当于一种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这种哲学呢 是一切幻象的解读剂和清醒剂 这个康德当年 也是一个上头男孩啊 也就是一个 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 也正式服用了 休默哲学这一季解读剂 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就是 把它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叫醒 所以如果你学的是 休默的这种哲学 也就是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话 那你肯定就不会把自己 学魔证或者学虚无了 休默的哲学思辨 反而能够让人获得一种 精神上的愉悦 而用休默的原话说就是 如果我们是哲学家的话 那么我们的哲学啊 只应该是根据 怀疑主义的原则 并且呢 是由于一种 我们感觉到一种 喜爱从事哲学思想的倾向 不论什么地方 理性如果是生动活泼 并与某种倾向混合起来 我们就应该加以同意 理性如果不是这种情形 那么它便永远不能有 影响我们的任何权利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哲学思辨啊 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 对吧 就是每天都要思辨 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为了心情愉悦 好 这就是休默对于学哲学 会不会把人学虚无 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知道你认不认可他的看法呢 好 介绍完休默的看法 下面我们来介绍 柏拉图的看法 柏拉图会怎么回答 哲学会不会把人学废这个问题呢 柏拉图会说 这个问题它比较复杂 咱们一点一点的白茶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 哲学它当然是好东西 我们知道哲学这个词 就是来自于古希大语 它质疑过来就是爱智慧 Philosophia 那学哲学的人呢 就是哲学家嘛 也就是爱智者 哲学沉思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 要知道啊 在柏拉图看来 哲学是至高的东西 也就是最好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是 人类文明的终极目的了 这肯尼迪不说过吗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那他用这个句式 柏拉图会说 不要问哲学能为城邦做什么 而要问城邦能为哲学做些什么 因为哲学沉思是生活的终极目的 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努力 就是为了让人类文明 能够冒出哲学的火花 哲学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那哲学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这种人最有智慧 最幸福 最优秀 最能处 这种人应当当王 这也是柏拉图提出的一个 著名的说法 就是哲学王 或者叫做哲人王 Philosopher King 一个哲学家当王的城邦 才是最理想的城邦 也就是所谓的理想国 那么既然哲学这么好 那么是不是我们应当提倡 人人都学哲学 所有人都成为哲学家呢 柏拉图对此的回答是 并不是 进行哲学城市 谈求真理 确实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但是 这只是对少部分 心智发达的哲学家而言的 对于大部分人 真理反而是有害的 对于大部分老百姓 他们去谈求真理 不仅不会让他们更幸福 反而会把他们搞虚无了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 人与人在心智方面 是不平等的 探究真理 对于少部分心智发达的哲学家而言 是最幸福的事情 而对于大部分心智不发达的民众而言 真理则是可怕的 柏拉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 洞穴的比喻 就说呢 这个真理呢 就像是这个太阳 直射出来的强光 对于大部分心智不足的人而言 他们呢 就相当于长期生活在洞穴里面 让他们去接触真理呢 就好像一个刚走出洞穴的人 直视太阳直射出来的强光 这反而会灼伤他的眼睛 要知道啊 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啊 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 或者至多是到了基督教普及以后 才有的观念 虽然启蒙主义者也说啊 有些人很无知啊 启蒙主义者也说无知是不好的 但是启蒙主义者认为 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性的种子 你只要好好学习 克服理智上的难度 你就能成为一个脱离萌昧状态的 智力上成熟的人 但是呢 在柏拉图看来啊 由于人与人之间禀赋的不同啊 以及由于运气的原因啊 不是每个人通过简单的努力 就能在智慧的爱与阶梯上 轻松攀爬的 大部分人的心性啊 就不适合挨之求真 就像你非得训练一个 没有运动天赋的人 去做足球运动员一样 他能踢吗 踢不了 没那个能力 你要是真把哲学思辨外传出去 没有心智能力的人 一接触哲学就虚无了 这虚无人呢 他们就觉得自己看破了一切 就啥也不信了 这样就不利于城邦的团结 因为城邦的团结是需要 公民信仰的 对于心智能力不足的人而言 哲学就是对城邦政治信仰的破坏 而且呢 这对于哲学家自己也是不利的 因为老百姓会觉得 就是哲学家 成年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败坏城邦的政治信仰 非得说洞穴外面的世界 才是真实的世界 这种人真烦人 我们要把他给弄死 苏大体不就这么给弄死的吗 所以呢 哲学探究只能局限在 哲学家小圈子里面 这事是不能外传的 哲学可不是一个大流量的玩意 哲学是没法用户下沉的 所以少部分哲学家关心的东西 和广大民众关心的东西 要区分开来 柏拉图据此 区分了两种心智的对象 一种叫做真理 truth 一种叫做意见 opinion 真理呢 就是哲学家探究的对象 意见呢 是大部分老百姓 习惯成立的一些信念 意见是片面的 但却是让人舒服的一些信念 那这是不是说 哲学家各几个 在爱智俱乐部里面 悄悄的探究真理 也甭管老百姓呢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让他们成天沉溺于意见 成天刷这张胆视频就够了 也不是这样啊 之前不说过 哲学家应当当王 成为哲人王嘛 那么在哲人当了王以后 在理想国中 哲学家就是不能不管老百姓的 他还是要下降到洞穴里面 这时候哲学家 还是要向老百姓说话的 不过这个时候 对老百姓说的 就是一种所谓的 高贵的谎言 说他是谎言呢 意思是说 这个哲学家不能太实诚 把真理直接传播给民众嘛 所以呢 高贵的谎言 不是真理 依然只是意见 不过 他是高贵的意见 因为他是对 城邦的公共生活 有益的意见 那在这里 柏拉图是不是在鼓吹 说谎是对的呢 那当然不是啊 这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道德问题 而是说 只有知识上发达的人 才有资格去说 并且说好高贵的谎言 这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啊 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 美德就是知识 也就是说呢 一个人在道德上的修行 和一个人在知识上的修行 是同一套修炼体系 德行和知识是正相关的 因此呢 那些心智发达的人 也就是哲学家 由于他们爱之求真 所以他们才不会干出坏事 因此 也只有这些心智发达的哲学家 才会用 以及用得好高贵的谎言 所以呢 高贵的谎言 虽然是一种意见 但却是由心智发达 德行卓越的哲学家 说出来的 有益的意见 这不仅保护了哲学 也对广大民众的生活 是有益的 好 总结一下柏拉图的看法 哲学是最好的东西 哲学层次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 但是 人与人之间在心智方面 是不平等的 探究真理 只适用于少部分 心智发达的哲学家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真理反而是有害的 他们需要的不是真理 而是有益的意见 这就是柏拉图的看法 不知道你认不认可呢 好 说完柏拉图的看法 下面我们进入 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 我们探讨了 知道的越多 会不会越虚无的问题 我们分享了四位哲学家的看法 简单总结一下 在迪德罗等法国 启蒙主义者看来 无知是福 只是无知者的自我 欺骗 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性的种子 只要我们克服理智上的懒惰 我们就可以脱离 蒙美无知的状态 就可以变得更幸福 在卢梭等浪漫主义者看来 人的天性纯良 理性让人堕落 以为的学习书本知识 只会败坏人们纯良的天性 在休默等苏格兰奇梦主义者看来 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要尊重生活 尊重常识 理性的作用 更多是一种温和的怀疑 以此来保持头脑清醒 避免对教条上头 在柏拉图等哲人至上主义者看来 哲学成思 只对少数心智发达的哲学家是有益的 而对于多数心智不发达的人而言 则是有害的 多数人需要的是有益的意见 今天分享的这四位哲学家的看法 不知道你更认同哪一个呢 或者你能否提出更好的回答 其实关于这个大问题 也有一个经典的梗 那就是圣经创世记里面的一段故事 就是说 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 本来在伊甸园里面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神对他们说 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 一棵是生命之树 另一棵是知识之树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 你们只可以吃生命之树的果实 但不可以吃知识之树的果实 但是蛇告诉夏娃说 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以后 你们人就能像神一样拥有智慧了 于是夏娃在蛇的引诱下 偷食了知识之树的果实 人类从此便有了智慧 你们看夏娃和戴希就不一样 她就不像做一个飘飘燃燃的傻姑娘 人类第一个爱智者是一个女性 但是爱智也是有代价的 按照创世记底的说法 人类自从偷食了知识经过之后 就从一种永生的存在 变成了有死之物 其实这意思就是说 人类自从有了知识以后 就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死之物 人的生存就是一种像死而生的 因而就总是在虚无中的生存 这就是智慧的代价 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梗 还有另外一个梗 则是来自于希腊神话的梗 就是普罗米修斯到火的故事 人类起初是不会用火的 这个火象征着知识和记忆 起初这个火只有神才能使用 而泰坦族的一个神明 普罗米修斯 出于对人类的爱 从众神之王宙斯那里 盗取了火种 把它传播到人间 人类从此便掌握了 用火的知识和记忆了 开始拥有了此前神采用的能力 自此 人便不需要依附于神了 在这个意义上 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启蒙主义者 出于对人类的博爱 他把原本仅仅只有神采用的知识 传播给了人类 当然为此 普罗米修斯也受到了惩罚 宙斯把他锁在了高加索山的 悬崖峭壁之上 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 又让他的肝 每天重新长上 让他每天都要承受 被鹰酌食肝脏的痛苦 人类也遭受了宙斯的惩罚 宙斯将潘多拉送到人间 自此 人类注定要面对死亡 终日劳作 但却又抱有希望的命运 这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最初是由古希大诗人 赫西俄德创作的 这个赫西俄德是比 荷马还要早的作家 他是古希大第一位 有真实姓名的作家 所以这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其实很早就有了 当然了 普罗米修斯的神话 被后世的很多思想家 重新解读或者改编过 包括埃斯库罗斯 布拉图 哥德 尼采 以及马克思 在赫西俄德那里 普罗米修斯更多是一个 破坏人神秩序 造成人神分离的一个反叛者 而到了后世的思想家那里 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成为一个 敢于推翻神的暴政的人类解放者 不同的解读 可能取决于不同的人 怎么看待知识和启蒙了 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 一起参与到 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 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 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 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 投出你的一票 并发表你的看法